歡迎收看新台北上線 希望節目沒有極限 在千呼萬喚之下 柯文哲的延壓裁定終於出來了 原本這個延壓裁定 應該是在昨天對不對 昨天出來颱風嘛 今天呢 只好今天他去做延壓裁定 那我們遇到了 不管你是律師的專業人士 還是政治評論員 都說柯文哲99.999% 一定會被延壓 果不其然 以前柯文哲確定被延壓了 柯文哲的律師呢 約莫在9點17分的時候 抵達北院 9點39分 柯文哲也抵達北院 可是他這個延壓裁 大概只開了兩個小時 12點03分 柯文哲的延壓裁就已經結束了 可是呢 在約莫傍晚5點鐘左右的時候 確定柯文哲延壓啦 確定柯文哲延壓很多人就問 那到底理由書寫了什麼呢 這一段就是柯文哲延壓的主要理由書 大家都會去看理由書裡面的治理行間 可是有趣的事情是 這個理由書我看完跟沒有看一樣 法官寫的極端的保守 他寫的是呢 犯5年以上的罪 到底是土地罪 還是收賄罪 完全沒有寫 他寫的是什麼呢 確實有所謂的 篡共滅政之餘 可是 甚至連舊部兩個字 也被法官拉掉了 所以這件事情 到底柯文哲在 整個兩個月的調查過程中 檢方有沒有掌握新證據 柯文哲有沒有 沒有重新被定義的他的犯罪行為 在這個法院的理由書是完全看不出來的 可是有趣的事情是 自由時報在北檢跟北院公開的柯文哲延壓理由書的同時 仔細看喔 4點35分的時候 寫這篇新聞 精華塵案 北院裁定柯文哲延壓兩個月 這個內容是自由時報拿到9月5號 就是柯文哲首度被裁定的理由書 也就是兩個月前的理由書 很有趣的事情是 這兩個月前的理由書 我們重新看一遍 我們赫然發現 兩個月以前 金流就找到了 這個理由書裡面當然有非常多內容 有滅政部分 有突裂部分 有川宮部分 這東西晚一點 我們再來細講 可是裡面關於金流的部分 我們仔細讀 法官當時寫的是 實質上柯文哲已經獲得不明財產來源的利益 而且呢 利益來自於哪裡 分別於應小微的分配匯款 以及審進金論功行賞之際 卻有不明來源分別賄賂 柯文哲的老婆跟兒子的帳戶 這個金流原來就藏在9月5號 柯文哲首次被羈押的裁定書 所以這兩個月 柯文哲的黨語 包含黃國昌不斷說 沒有金流 沒有真相 民眾出來就說 查了兩個月哪裡有金流 原來在第一次 檢方給北院的 羈押的理由書裡面 裡面的證據 就已經讓法官新政上形成 實質上柯文哲已經有不明財產來源的利益 而且錢來自應小微以及審慶金 匯到哪裡 匯到柯文哲的妻子跟兒子的帳戶 所以如果這件事是事實的話 那阿伯逃得過十年以上到無期徒刑的收賄罪嗎 我們節目會好好討論 可是現在要講金流 我們就要問一件事 誰最了解柯文哲的金流 大家想想 我們以為是李文中 對不對 我們以為是橘子 對不對 可是有個人名 我們幾乎忘了他 這個人名叫做端木正 端木正我們都知道 他是柯文哲在選總統的時候 政治獻金的會計師 端木正在一開始 依政治獻金法交保的時候 原本保釋金是200萬 他還可以跟檢察官殺價 變100萬 那時候我們就覺得奇怪 端木正為什麼可以跟檢察官殺價 可是這兩個月 我們不斷討論 不斷討論 我們確立一個基本事實 這個基本事實就是 審計金的錢 很有可能透過政治獻金 化整為零 會到柯文哲的帳戶裡面 那就有趣喔 如果這條路徑 是來自於端木正的話 那端木正 現在基於柯文哲 是敵還是勇呢 很有趣 我們三立新聞的同仁 特別傳了一個訊息 給端木正 問端木正說 你要不要來上 要不要來上節目 因為最近都有傳言說 你當富邦讀懂的時候 有回捐500萬給柯文哲 要不要來上節目聊一下 沒想到端木正 竟然回了簡訊 他簡訊回 台北檢疫庭 112年度 北小智第3486號的判決 就這樣 原文原句 這當然是模擬示意圖 可端木正回的簡訊就是這樣 我們一看 既然是當年端木正去告 簡書培 而端木正敗訴的判決書 簡單來講 當現在有更新的消息傳出來 端木正回捐科文者500萬的時候 端木正透過判決書的簡訊回文 似同跟我們3D新聞 證實的確實 他有回捐500萬給科文哲 所以如果端木正 願意回應我們3D新聞 而且如果端木正 願意側面的證實 他有把500萬回捐給科文哲的話 那端木正之餘 科文哲難道不是本案的最大破口嗎 這麼多介紹 今天節目都跟他討論 進入節目討論之前 下一期介紹的今天的來賓 第二位是民進黨政務執政黨 王一川 阿川 你好 第二位是政經教授 范世銀 范老師 你好 第三位是資人媒體 黃創下 川昂哥 你好 第四位是資人媒體 董豪哥 董豪哥 你好 大家好 第五位是十四批評論員 温朗東 朗東 你好 大家好 第六位是國民黨台北市議員 周朗平 小平叔 你好 最後一位是職業律師 劉瑋提 劉律師 你好 大家好 進入討論之前 我們先給大家看一下 今天千呼萬喚使出 阿伯確定被延壓了 可是延壓的理由書 寫得非常的保守 你幾乎看不出來 有什麼進展 我們看一下相關的報導 再度走上求車 解返台北看守所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力拼交保失利 下午四點半 被北院裁定 延長羈押兩個月 並且禁見 確定延壓嗎 是否提抗告 大概怎麼可以提抗告 面色凝重 不發抑郁 柯文哲委員律師 證聲援陸正義 快步離開台北地方法院 聽完法官預知結果 臉色相當難看 面對媒體詢問 更表示要問檢察官 違背職務收回罪 是最重無期徒刑的犯罪 當然法理上面 裁定延壓是有道理的 柯文哲上午不再穿黃三衫 換了裝扮 上口搭球車 抵達北院 簡便展開兩個半小時的 激烈攻防 立檢署外頭 還是有零星小草集結 為阿本應援 中午12點左右 開完延壓庭 更罕見看見柯文哲 三位律師同框離開 據了解 柯文哲砸超過300萬 請來大咖律師力聽交保 卻還是無力翻轉 延壓命運 北檢 濫權搜索柯文哲主席 以及台灣民眾黨 再到柯文哲主席 收押 禁見將近 兩個月的時間 至今檢方 仍然提不出足夠的證據 起訴柯文哲主席 反倒是看到檢方 以A案來辦B案 白檢一邊準備延壓庭 連這首上午再傳喚 一名被告和三位證人 其中兩名證人附訊 包含前北市建管署 副署長王金棠 對於延壓結果 柯文哲妻子陳佩琪 也發文表示要提抗告 但柯文哲遭裁定延壓 恐怕一路得在看守所度過 跨年驗 阿伯被延壓這並不意外 對不對 可是我很意外 這一次延壓的主要理由書 幾乎什麼都沒寫 好像法官要隱藏什麼事 或是檢察官要遮掩什麼事 一樣耶 對啦 今天阿伯來的時間 最後請阿伯去休息的時間 兩個多小時而已 對 你如果去開過程就知道嗎 一開始就行李如意無 9點17分 律師到 9點39分 阿伯到 12點03阿伯就走了 因為一開始這個檢察官要講說 我們為什麼要申請延壓 說了律師就說這樣不行 為什麼要延壓 法官就問問之後 就叫柯文哲先住旁邊 有一個休息室 你們看監視器 後壓庭 對不對 後來就叫他們回家 後來今天四點多快 五點就做了裁定 那這個裁定啊 摘要 今天只有公佈摘要 就這樣而已 大家看完之後說 這到底是在寫什麼 好像越寫越少 越寫越少 他第一次押 我們看到那個摘要比較多 後來這個申請延壓的時候 出現違背指數收費 對阿伯 檢察官寫很多 違背指數收費對不對 然後什麼舊部位 傳喚大案 橘子什麼一大堆的 那想說今天這個裁定總是加一些東西 今天我們只看到摘要嘛 他摘要說什麼呢 被告訓問完後除涉犯貪污罪 五年以上之罪 什麼罪也沒講喔 土利也沒講喔 他也沒有講土利喔 也沒講違背指數收費喔 他只說五年以上 他說除了除喔 就是看了這個中文之後 除了這個五年以上之外 令 還有公安會答案 且有犯罪是代偵查機關繼續偵查 所以這個是五年的 那這個令會不會就跪五年更高 六年也是五年啦 十年也是五年嘛 所以激押的理由中 他就認定他 夜面證據勾穿換人 這都怎麼看過 然後本刑五年以上有罪 然後可能去勾穿逃亡嗎 這都有 大家看完之後就說 看了一個寂寞 然後就想說 看著按下一頁下一頁下一頁 沒有下一頁 沒有下一頁對不對 大家都在等下一頁 結果這個時候 自由時報跑出了一條新聞 然後大家在賭的時候 大家就一直賭賭賭賭 越賭越精采 後來有人發現說 不對 這個是九月五號的 九月五號的 這一個當時裁定的理由 今天曝光 而且細節都出來了 重點來 今天其實我們看到這裡頭 最猛的在這裡了 這裡 他說 這個事實上呢 在實質上 科已經獲得不明達人的財產 分別 看喔 中文字很重要喔 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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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映小微分配會館 及沈靜靜 論功行長之際 分別是不是兩件事 對 就兩個時間點 一個是分配會款 一個是論功行長 確實有 不明達人 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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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匯入科 七額 意思就是說 映小微分配會款的時候 就是四千多萬 這個錢進入七 對 沈慶金論功行賞 進入到鵝 沒錯吧 中文字這樣嘛 分別於 頓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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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兩件事吧 搞半天金流 在九月五號就找到了 而且出現了鵝 出現了鵝嘛 柯婦瑤 柯婦瑤 他是有一個兒子 阿瑤 除非 這個檢察官有性品的概念 兒也包括女兒 那就有可能 那就有可能 其實女兒也是兒 對對對 好 好 所以這一個證明就在這裡 就是說他的不明來源 分別匯入科的七額 是兩個時間點 一個時間點 兩個時間點 分別一個 兩個帳戶 哇 所以現在 我們搞半天 金流 在九月五號就找到 然後我們從九月五號 到十月五號 我們每在這邊拆來拆去 然後拆完一人領六千離開 搞半天 九月五號就有了 重點來了 對喔 費入七 那七的錢 要不要問陳貝琪 Peggy姐 不是 你不明來源嘛 不明來問 要問陳貝琪 對 你怎麼忽然就有一筆錢嘛 要不要問柯巫瑤 要 柯巫瑤人 在日本啊 柯巫瑤人 橘子不是也在日本嗎 而且戶頭進去 他兒子還拔妹 對 到處留言 那橘子 我跟你講今天這個 自由時報這邊很重要 最強了 因為橘子沒有回來 從證人被告通緝碼 沒錯吧 對 證人被告到通緝碼 那兒呢 完了 我懂了 兒是不是也不明來源流向喔 為什麼忽然出現了九月五號 裁定理由書的全文 全文 原因是 現在就叫我們 就是這一段 就是這一段 錢到了Peggy跟柯富瑤的帳戶 兩個禮拜前的獨家 陳佩琪幫柯富瑤找好律師了 對 沒錯 所以呢 但是今天啊 今天的這個裁定 我們只看到詹一啊 對 我們也沒有看到全部的內容 那誰有看到 柯文哲的律師有看到 柯文哲有看到 檢察官有看到 法官寫的 對 這一群人都知道 所以大家稍安勿躁 還有兩個月 但是兩個月 沒有還有禮拜二的週刊 好 還有兩個月 大家想說阿伯會不會被壓到跨年 過 不會 因為應曉威跟沈進金只到年底 是 所以應曉威到沈進金最多只能壓到 今年年底沒有跨年 對 搞不好在林芝廟被判之前 欸 阿伯的事情就有了水落石出 好 目前阿伯回來 我只知道我要問多少 多少跟我都要發瘋了 結果我們在座各位一整天 都在等阿伯被嚴押的理由書 我們希望去解讀裡面的治理行間 過去我們都是這樣幹的 結果 這個理由書算是我看過最不清不重的理由書 我們看完 我菜鳥我是事實 你是行家 你看完也看不出來所以來 可是沒想到4.35人把阿伯第一次被羈押的北院的理由書丟了出來 滅政我們知道 途利我們知道 踹勾我們知道 金流就這樣跑出來了 其實我不意外 你說會意外 我就不意外 因為我們在跑司法的時候 一定要想辦法看到第一次的裁定書 那檢察官每天開新台賣上去不是覺得我們是小丑嗎 沒有 不是 不是 你要知道說 檢察官在看的時候 你記不記得瑋瑜在節目裡面給你提醒過那個4.7億 對 那個4.7億的時間點 2022年的11月 我跟你講就他講的 沈慶晶論功行賞之際就是4.7億 他有兩次喔 對 尹曉威的時間那個時間爛場 然後再過來是2022年那個喔 對 好那你不管 為什麼今天的財定書 財定書的新聞稿 他不是財定書的那個 對 財定書的新聞稿 他就管 你知道嗎 怎麼保守 就幾行123456789行制 當然保守啊 因為今天嚴押庭的法官 跟上次押柯文哲的是同一個 都是呂正業 對 所以你要照呂正業的態度 看9月5號 呂正業的財定書就可以了 然後最近誰在炮轟呂正業 說綠色法官 呂正業認為 黃國昌 所以誰在講綠色法官 呂正業 對 就是綠色法官同一個法官 對 好 那所以 呂正業這個法官一定會比較僥刑謹慎 所以這次寫了什麼 我這次不要寫那麼多 我就寫5年以上 5年包含7年包含10年包含無期徒刑 某一個角度上次財定書寫太多 對 有寫的 好 自由時報今天下午4點發的 4點35分發的 他也不是猜書的完整內容 不是 好 還有 阿山有一個小細的一件事 七額跟那個兩個時間點 是不是一對一的定位關係也不一定 對 為什麼 中文這樣寫 不是 你要知道 我們看到的不是原文 是記者改寫過的 好 那就額七啊 意思一樣 反正總有額啊 你的意思就是說 總是有柯富堯 你不知道什麼時間點對著什麼時間點 關鍵是柯富堯出現哪一個帳戶 是日本帳戶嗎 有趣是有趣在這個地方 因為陳貝琦有被纏過喔 我倒抽一口氣 陳貝琦第一時間被傳的一天是黃山恩接他 記不記得 對 當時就有消息出來說資金流 有不明資金流 就已經在暗示我們什麼 財財來源不明 當時已經在暗示這件事情 可是有這個暗示跟有這個可能 法官寫到 法官寫到 財定書裡面 實質上 卻有不明來源金流 會到七而戰 我是兩件事耶 好 那這個 9月5號的財政書 另外一個貢獻是告訴你什麼 從頭到尾不跟你講210的事情 210萬那個 滴滴答答 那個根本不站在裡面 滴滴答答 不管是不是滴滴答答啦 小事情 1500萬 有沒有在這裡面也沒有 對 他都沒有跟你講這些 所以 我們根據裁定書 你就會看到那個很清楚的那個輪廓出來 對 好啦 但是因為 因為 炎壓理由書講得更具體 對 橘子 然後 這個 救贖 跟 證人 對 那你從9月5號 你知道柯富瑤的角色的時候 他是什麼角色 他不是 他不是 救贖 那他唯一還有一個可能 是不是證人 其他相關證人 對 他有可能是不是證人 因為橘子是橘子 救贖歸救贖 對 證人是不是指的就是柯富瑤 可是證人屢傳不到 可能就變被告 被告傳不到 就變通緝 通緝 通緝再不來就註銷護照 那一步一步走 你就看到整個 整個檢察官的節奏是什麼樣子 對 今天的新聞稿說上有共犯 這個共犯會不會就是柯富瑤 不知道啊 對啊 不要把它逼得太急 再補充一個 因為前一陣子 民眾黨喜歡講這個超師對不對 對 超師人家已經從日本回來了 上有共犯未到案 對啊 那這個共犯要想的是誰 可能是橘子 可以是橘子 甚至可能是陳佩奇或柯富瑤喔 對 陳佩奇因為在台灣你可以把它排除 OK 那有可能是柯富瑤喔 萬一是柯富瑤的話 那就真的是獲言子孫 柯文哲就是獲言子孫 那是最大的悲哀 太可怕 劉律師 這件事情太詭異了 沒錯 因為你也期待一整天對不對 沒錯 你也是每天在追這個案子 沒錯 結果看出來短短九行字 幾乎什麼資訊都看不到 可竟然回頭趴出 九月四號 很多新資訊耶 沒錯 不過我先補充一下 同樣是呂正宴法官 他在第一次羈押科文哲的時候 對 他光羈押理由裡面 就這個理由書 我們查到就寫了七百個字 七百零八個字 我們查到就七百個字 他就寫了七百零八個字 可是這一次呢 兩百八十二個字 幾乎不到一半 他給不給我們政論節目一口飯吃 好 那我在我就在思量 有 人家有黃國昌在那裡 對齁 如果大家再回想一下 當時候法官在第一次羈押的羈押理由書 還寫到說這個涉及兩百億的不法利益 影響社會層面深遠 偏向公共利益維護等等等等 慷慨機 也就是說第一次呂正宴看到這個案子的 捐證的時候 很氣 非常氣 所以寫了好多好多 包括整個柯文哲圖 圖利以外還可能升到收賄 可是為什麼到現在 突然只剩兩百八十二個字 而且寫得超級保守到說 裡面只寫到說 我的罪名都沒看到 圖利還違背植物書 都不知道耶 他上面寫的完全就是法條 刑事訴訟法規定 你要加一個被告 一個是涉犯五年以上的重罪 101條的第一項第三款 第二個就是有勾串犯罪之餘 所以他就只寫這麼 就真的只寫這樣 好 問題來了 你們剛才也一直提到 共犯未到案 共犯到底是誰 我們知道檢察官前陣子 尚有共犯未到案 檢察官前兩天才寫一個聲押 有一個申請嚴押的一個新聞稿出來 上面寫了兩個人 一個叫許姓 姓許的 我們大部分想就是徐子瑜嘛 是舉子 第二個就是救部署 好 可是徐子瑜我們來思考一下 這個也是很大的懷疑 徐子瑜他現在以被告身份被通信 用什麼身份 第一個 違反政治獻金法 第二個 洗錢防治法 有沒有寫到貪污之罪了地的圖利 或者是收費 沒有 沒有 所以他沒有資格叫共犯 對 他沒有資格叫共犯耶 怎麼寫共犯 所以這個共犯不是他嗎 共犯要同一條罪 是 才叫共犯嘛 如果他涉及貪污之罪條例 那我可以說他共犯 而且從我們之前的訊息得到的 都沒有任何一個金華城案的人說 我有交錢給徐子瑜 對 我們看到都是跟別的其他政治獻金有關的 對 但是跟金華城案都沒有直接相關 所以你要說 因為徐子瑜在逃 所以因為這個共犯 我覺得這是個問號 很怪 假設如果真的是如此 那柯文哲趕快去抗告 對 那個理由可能會有點 真的有點問題 是 好 接下來講舊部署 那我們之前也討論過這個舊部署 怎麼討論 都覺得應該都可以傳得到啊 對 那包括我們今天講到柯富瑤 其實這個也是我現在一直在想 柯富瑤一定不是舊部署 他不是舊部署 而且他傳喚不到 因為他在日本 對 如果今天檢察官寫的 申請的這個理由書的新聞稿 裡面有寫到柯富瑤 我覺得比較有機會符合今天的共犯 對 為什麼 因為錢真的有到他帳戶去 你把它列共犯 沒有什麼好奇怪的啊 對 倒來問清楚說明白嘛 人又在海外不容易傳到 當然有可能 只是這不在檢察官 我們看到的新聞稿當中 對 他寫的是舊部署跟橘子 對 所以這個部分 我現在還保持一個很大的 很詭異 很疑問 那如果都不是 到底共犯是誰 到現在未到案 但是是共犯喔 還有一個這樣的人存在 這個也是一個問號 是 那我覺得今天看到這個柯文哲 被嚴押的裁定 我積極的建議柯文哲的律師 趕快去提抗告 為什麼要積極提抗告 你每次都想拼柯文哲委任律師的缺 來 我現在說 因為高等法院針對朱雅府的抗告 曾經發回喔 記得嗎 對齁 第二個 新華城土地被扣押 高等法院也發回喔 對 所以現在柯文哲如果這個案 提抗告 搞不好也有機會發回喔 是 抗告有好處 他抗告成功以後 檢察官就要提供更多的 那我們就有題不可以講了 法官勢必要寫更多 我也全力支持柯文哲提抗告 對不對 我們捍衛柯文哲的被告人權 柯文哲提抗告 不然下禮拜日子不好過 欸 班老師 這次很奇怪吧 對 我們那個 劉律師是非常的佛心 佛心 為本節目的事實力 我怕你要把劉律師的底 要再唸一遍 他為了我們節目的收視 讓我們下禮拜 所以他希望提抗告 提抗告 基於公益 基於國家利益 出發點 但是我必須要講 上個月你還記得嗎 陳佩奇接受 東森跟華士的 他ET圖帶 還有ET圖帶的訪問的時候 他含著眼淚說什麼 我們加倍超家滅族 我那時候還聽不出來 什麼叫超家滅族 欸 你們欸 好多事情慢慢都浮現了 對啊 第一個是小平書看到9月5號 對 陳佩奇帶著柯富瑤去銀行辦事 對 另外一個是陳佩奇哭說超家滅族 對 超家滅族如果只抓柯文哲不叫超家滅族 對啊 對啊 那我們想說怎麼會會 因為這個字等於是滿門超窄的感覺 對 就是全家都有事情 對 今天果然這個自由時報出來了 9月5號的這個羈押財經書 就有妻兒了嘛 對 對不對 但是那個時候 我看那個媒體報導 我就想說 怎麼會說柯文哲啊 這個掌握巨細民遺 還有什麼精明幹練 我覺得這個字應該不是法官會寫的字吧 精明幹練好像也肯定他 結果果然今天出來真的精明幹 所以柯文哲先揭露了一部分 對 說柯文哲對於這個帳戶的內容呢 這個對於手機對話的截圖 顯示柯文哲對自己掌握帳戶彼此間的金流 繼續迷移 環環相扣精明幹練 那這個金流剛寫我還覺得很奇怪 對對對 覺得這個會有這種形容詞 好像是一個正面的肯定 對 果然還真是如此 可是金超官他是蠻厲害的 而且今天還講出來就是說 我覺得他講說柯文哲 這個涉嫌土利後 還跟沈慶金見面 他說不知道要瓜田裡下之嫌 請問那是什麼見面 逃出引緣嗎 大家覺得 這樣掌握得很清楚喔 對 裡面有講到 就是說你已經被 以土利罪已經被 已經被這個涉嫌了 你還跟沈慶金 勾勾勾滴 我覺得這個也講得很清楚 他這邊也寫喔 柯文哲犯圖利罪後 人與沈慶金會面 還誇號 今年出自桃朱影員唱歌 對 所以我覺得今天喔 民眾黨有發個聲明喔 他說啊 檢察官喔 以A案辦B案 好像是故刻意是拿A來打B 不是 我覺得民眾黨搞錯啦 是A案跟B案互通啊 打算是流來流去嘛 所以當然要辦A案也辦B案啊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民眾黨這個聲明真的是 反而坐實了A案跟B案 甚至未來是C案喔 搞不好還有北市柯的案子 還有B案喔 還有如果市柯的案子喔 還有E案喔 全部都合在一起了啦 萬流歸中 所以這是柯文哲 現在所面臨的狀態 我想問川大哥 因為民眾黨馬上弄個聲明 民眾黨聲明超好笑 民眾黨聲明是 在 理由書 就是 這次今天下午是 先確定延押 然後隔了一大段時間才有理由書 理由書還沒出來 民眾黨聲明就已經先出來了 他根本沒有看到理由 他就聲明就出來 他那聲明我看班 我都搞不清楚這是哪一篇聲明 因為感覺跟之前都一模一樣 什麼什麼檢察官啊 什麼押人取共啊 司法追殺 他特地名嘴帶風向照三餐吃 民眾黨為什麼這麼沒有反省能力啊 其實基本上民眾黨這個聲明 就跟柯文哲那個整個YT一樣的 久人在這個 他怎麼敢在理由書沒出來之前 民眾黨就跟我寫聲明 基本上是他們早就心裡有數一定延押 對 那既然一定延押呢 一定要有個聲明 而這個聲明呢 他們也知道說 根據整個 如果法院寫得很清楚 對 去跟你一對一 那是自打臉嘛 對 所以呢根本不管了 有六成名義認為賴清德雙標 雙標對 就是把那個求證民調再拿出來 然後再交代一下 就好像今天的時候呢 也一樣就從地院前面去對不對 放人放人放人 就要去這個秀一下 等一下 今天地院人 今天人數喔 我們回報喔 小草人數是15 小草人數是15 中正一分局的警力是16人 支援20人 36人警察15個抗議的小草 小草15個有4個在直播 直播有一個在吃橘子 吃橘子 那個姓馬那個小馬 桃園上次那個放共鐵案 那個也去直播 其實他們的目的都是去直播 大概線上都兩三百人 是 他們也是可能要爭取 12月7號裡面的黨代表的投票 對 可是其實你不要 我整個法官 我也是覺得剛剛等了半天嘛 可是法官寫出來的東西 那不是作文比賽耶 對 法官裡面講這些 你說看起來是空的對不對 對 可是法官裡面其實 他要不要被檢驗 要 所以他的意思是 這些事情 這些案件 我都看過了 對 而且他這一次還非常大膽 給那些律師們 我給你看兩天 對 看兩天之後 你們看到這個 你看完兩天再來跟我吵 再來跟我吵 不是吵 我給你充分準備 然後你再來說服我 對 所以法官其實看起來這個 寫的這理由 好像讀了半天沒讀書什麼 對 其實是法官已經非常清楚了 你看了這些證據了 你這些律師 不要再廢話了 那黃國昌 你才隨便外面講 那是大家知道你是為了12月幾號 這件事真的太奇怪 原來在9月5號決定第一次羈押科文子的時候 金流就已經出現了 可金流的關鍵人物叫做端木正 沒想到端木正竟然願意跟我們3D新聞台聯絡 這件事太奇怪 我們進完廣告來繼續討論